哈喽大家好,我是二话 青椒肉丝这样做超级的下饭 而且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今天花12块钱到菜场买回一块里脊肉 我们这里的猪肉10块钱一斤 你没辣别嘞 首先我们把里脊肉切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肉丝里脊肉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也可以把里脊肉放到冰箱里面 冰镇一下,那样更好切 肉片切好后用手码瓶 再把它切成均匀的细丝 肉丝我们要切细一点 也要切均匀一点 肉丝切好后把它装入小盆中 然后碗盆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把肉丝抓洗干净 肉丝抓洗干净后 用手挤干水分 然后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往碗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上色 然后加入胡椒粉 用手把肉丝和调料抓拌均匀 肉丝抓拌均匀后 我们往碗内打入一个蛋清 然后用手继续把蛋清和肉丝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 我们再往碗内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继续用手把淀粉和肉丝抓拌均匀 最后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锁住肉丝的水分 用手抓拌均匀 这样可以减少肉丝之间的粘性 防止粘锅 接着准备几个青椒 一个大红椒 网盆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用手把青红辣椒清洗干净 辣椒清洗干净后 控水捞出 放在菜板上 用刀先切去辣椒地 然后再把它破开 取出里面的辣椒籽 最后再把辣椒改刀切成辣椒丝 青椒全部切好后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大红椒也切成辣椒丝 辣椒丝全部切好后 把它装入盘中 准备几颗大蒜子 趁它不注意把它拍饼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碎末 全部切好以后 装入小碗中备用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我们来划一下锅 先不停地晃动锅 让锅壁吸收食用油 然后再把食用油全部倒出来 锅中再次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三水热 下入我们搅拌均匀的肉丝 用锅铲快速将肉丝划散 肉丝炒至变色后 我们把肉丝再次倒入大碗中 不洗锅 再次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烧以后把我们切好的大蒜末 倒入锅中 用锅厂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我们切好的辣椒酥 再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生抽 然后开大火用锅厂贴着辣椒酥 把辣椒酥炒至断生 辣椒酥全部炒好以后 倒入我们刚刚贴炒好的肉丝 继续开大火用锅厂翻炒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铁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现在的肉丝和辣椒酥已经翻拌均匀了 最后往锅中倒入少许的玉米淀粉水 勾勾薄切 用锅厂翻拌均匀后 就可以出锅双盘了 把炒好的肉丝盛出来 装入盘中 一盘简单美味的青椒炒肉丝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操作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如果您也喜欢吃肉丝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二华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